大喊我提你 美国总统拜登选情声波 13号前往关键摇摆州 密西跟造势力挽狂澜 不仅试图安护选民情绪 还在当地餐厅开玩笑博感情 只是拜登不管再怎么自我感觉良好 党内逼宫声浪不减反增 CNN报道 目前民主党内已经有至少24名议员 公开要他退选 重量基金主也放话 将冻结相当于台币29.3亿的捐款 就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也传出表态决定捐巨款支持川普 党内外自治风向 严重不利拜登 更惨的是拜登不久前还犯下致命失误 在北约峰会把泽伦斯基讲成普丁 被国官媒大力嘲讽案 很看模样还愿上各大国际媒体头摆 法国总统马克宏出面缓夹 路透社则分析拜登之所以坚信自己 是民主党唯一希望 原因包括信不过贺锦丽能在有百周胜出 以及人格特质坚持信念抱有理想 此外尤其亲近幕僚 互主心切更放不下 辩论会华铁卢中央公开场合又平出包 坚持选到最后的拜登能否抵挡逼宫压力 外界持续关注 三点新闻四点号报道